妳們兩個自認是半年就結婚 對不對 當時的那個背景是想讓父母親安心 還有是妳另有別的想法 為什麼半年就決定是她了 反正再找也不會找到更好的 所以就算了 這一點很難 妳覺得她是最好的 所以才不會找到更好的 目前是最好的 她常常說她的施政是 目前沒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目前這個方法就是最好的 那我想找另外一半也是一樣 目前找不到更好的人之下 大概目前這個人 大概就是最好的 我想是這樣 所以妳在半年之內就確定 對方就是妳可以遇到裡面最好的人 至少到目前為止 可以互相接受 因為我們家的生活背景大概差不多 當然那時候學歷 她還沒有去念博士 所以我們大概學歷一樣 都是醫學的一個碩士就這樣子 背景或者說父母親 都是一些公務人員 這樣子 所以常常覺得說背景沒有差太多 那目前也沒有可以找到更好的人 這個人大概雙方父母都可以接受 那就這樣子 所以關鍵還是父母親點頭嗎 這一段給 這一段說 應該是 因為我們的互相介紹也是因為 父母親的有共同認識的朋友 所以我們會交往應該是 父母親都是同意也是認可之下才有交往 這樣子 因為本來我們的非正式的媒人 就是父母親雙方共同的朋友 這樣子 就問一下阿德老師 他們兩個都如此理性 這麼高學歷知識分子 這麼聽爸爸媽媽的話 我覺得就是比較理性的人 都比較會在乎爸爸媽媽的話 因為你不在乎 不表示可以跟他們撇得一乾二淨 所以想說 你如果 其實夫妻要結婚 最重要的不是要看感情 要看什麼 就是其實要看 就是之後相處的 舒不舒適 有沒有智慧 都可以了解 因為婚姻不是感情的關係 對 婚姻是一個合夥人的關係 情人變夥伴變戰友 你知道關鍵點在什麼嗎 因為他們是強強結合 獅子座跟獅子座結合 就像你的太太一樣 這麼建議 因為我跟你講獅子座 最不適合就是長期相處 真的嗎 像你 因為你們 叫有三個獅子座 你們兩個是怎樣 就是偶爾見面會懷念 天天見面可能會吵架的 那一種類型的 而且就是說你們兩個 主觀意見都那麼強 然後呢 依賴又那麼深 所以你們如果有各自 要努力的東西在忙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模式 所以我覺得 他越忙你是越幸福的 他如果不忙 你們兩個 你說你生命中最愛的那個人 絕對不是柯文哲 你相信我